各位新加坡的夥伴大家好 真的非常的荣幸再次的来到新加坡 那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王叫冠瑶 冠军的冠 瑶顺的瑶 那么我记得这是我第五次来到新加坡了 那但是 很特别的地方是 爱多美全球的事业里面 新加坡我的会员是最少的国家 我在想 有可能是因为经理长得特别的漂亮 或者是会员特别的热情 所以台湾公司说 冠瑶你去新加坡的时候呢 我说什么呢 我说好 所以其实新加坡真的是我一个 非常喜欢的国家 这里的中心长 这里的会员都对我都是非常的好 所以感觉是特别的亲切 那么今天再次的来到新加坡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好 那有的 我每个人在爱多美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为了成功而来的 所以今天借由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 那么简单的讲一下我的年纪 因为刚刚我们的台湾的中心长有帮我征婚 那征婚还是要知道一下年纪 对不对 好 那我是1988年生的 所以我今年是30岁 那么目前经营爱多美五年的时间 然后呢 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新币 两万两千块钱左右一个月 好的 那么今天 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要先从我大学的故事开始说起来 那这当然跟爱多美还是有一点关系的 大家有看到图片上面这个 红色衣服的小男孩吗 你们不要跟我说你找不到我在哪里 那个是以前比较瘦的我 我现在大了两个尺寸 那我常常跟会员开玩笑说 爱多美这家公司赚不赚钱 你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 跟着公司一起成长了 好 不论如何呢 那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想跟在座的新加坡朋友做一个分享 大家知道台湾的大学生毕业到社会找工作 如果他不是念一流的顶尖的大学 大家知道他可以领到多少钱吗 对台湾讲22K 大概新币就是1200块而已 1100 1200 这是台湾大学生的价格 所以其实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迷茫 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 才可以成功 才可以改变我的人生 那常常听到一句话 大学有你玩四年 所以我就真的玩了四年 但是在这四年间呢 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一个特别欢乐的人 就是我喜欢快乐的过生活 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到处去旅游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 我也办了很多的活动 我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我都是当班长 都是当班带的 所以我办了很多很有趣的活动 我就想说 要让我的大学生活 过的是多彩多姿的 那照片 照片都不是我的女朋友 照片是我的同学 那又我们 左手边那张照片就是 我们在谢思燕毕业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餐会 我们的同学有200多个人 那时候我就开始在当主持人了 然后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管是我们什么样的年纪 条件跟背景 来到爱多美 我觉得都是最好的相遇 因为这一切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神 或者我们的过去 很多的准备 就是为了今天 来遇见爱多美的 那我刚刚讲过 我喜欢欢乐嘛 所以右边那张图 有一个女同学 她毕业的时候 她想要跟我照相 我说可以 但是你要站在台阶下面 然后我站高一阶 然后我跟照相的人说 不能照脚 结果真实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高很多 好 那从事呢 这快乐的大学的这四年 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在这四年间 其实发生了几件事情 让我生活非常的难忘 为什么呢 我记得有一天 我的爸爸跟我说了 他跟我说什么呢 他说观哟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再继续 供应你读大学的学费了 你可以从日间部 转到夜间部吗 通常在台湾 如果读夜间部的话 就是收入不太好 或者是学校不太好 然后你可能要先去工作 然后来支付自己的学费 所以我的爸爸就跟我说了 我没有办法再继续 供应你学费了 那我读了大一的上学期嘛 我已经跟我班上的同学 都有交到了好朋友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人 所以我心里是非常的难过的 我跟我的爸爸说 拜托不要 我还是想留在原来的学校 继续学习 那么我自己 我会去做工 我会去part time 我会自己去赚取我的学费 所以在大学的那四年 从大一的下学期开始 我就开始在7000 超商开始工作 我四年都在超商当店员 那在当店员的这个过程中里面 其实我一开始是还蛮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晚上啊 有一些东西快过期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吃 所以虽然家里那时候的经济 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我就感觉 总是在生活中 要找一些乐趣这样子 可是有一天我醒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啊 有一天有的客人 来到了我的面前 他怎么跟我说 他说我要一杯卖香奶茶 我要一份大亨堡 那这时候呢 我心里就在想啦 我们这个是自己要去拿的 再来柜台结账的嘛 你怎么会想要叫我去拿呢 在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呢 我把手伸出来 要帮他结账 拿钱的时候呢 他用丢的 他用丢的给我 哇 这时候我心里啊 真的是非常的难受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到 我妈妈跟我讲的一件事 她说官雅 如果你读书没有很厉害 那么你只要好好的做工 认真努力 你的老板 你的店长会看到你的 但是我发现 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这么认真 我这么努力 我每天喊欢迎光临 喊谢谢光临 先生你需要什么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 我这么努力 为的是什么 还被人家丢钱 那钱丢下去之后呢 那个人又看着我 跟我说什么呢 看什么看 还不赶快行动 这时候 我那个吃晚餐的那个时间 我坐在那个员工休息室里面 我在想一个事情 我在想人为什么要活着呢 人为什么要做工呢 那做工这么努力 为的又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被丢钱吗 为的就是遭受到这样的对待吗 那时候对我的人生 我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 努力有什么用呢 我的店长 我的老板 每次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什么呢 加班 缺人 他不会说加薪 所以我很怕接电话 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突然发生的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刚刚说了嘛 那我在编读书的同时 我要做工了嘛 那所以有一次我记得 我们班上男生有一个篮球比赛 已经打到冠军赛了 我特别想参加 虽然我不是很厉害 但是我知道我的朋友 我的partner 这些人是非常厉害的 我喜欢那个感觉 这个一起参与篮球比赛的这个感觉 但是我可以参加吗 我不可以参加的 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弟一样 很想哭 好 比他还难过十倍的 好 那时候我记得 我跟我的店长请假 他本来是说yes的 但是在比赛的快两个小时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手不小心按到了 所以yes就变no了 所以我不能请假我要去上班 我那天我心情很沮丧 我在想为什么要按下去 那这件事情直到现在 我们开同学会的时候 他们在讲这个比赛 我完全没有印象 所以 我记得那一天比赛完的时候 我们班的同学拿了冠军 那我打开我的房间 我看到我桌上有鸡排 有珍珠奶茶 我想说太好了 我们班赢了 然后他们还记得我 还算了我一份 对不对 连我的奖品礼物都买好 放在我桌上 我很开心 我坐下来 我吃了一口 然后喝了那个奶茶 他们开始走进来 他们怎么跟我说 他说官员你知道吗 今天的比赛太精彩了 我们就赢隔壁班 两分而已 你知道最后一球 那是谁投进的吗 但是我这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耳朵听不清楚 我只是觉得很多的声音在我旁边 嗡嗡嗡嗡嗡 很多的声音而已 然后我眼睛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很想哭 然后眼泪在泪水就开始打转 我不想听的 真的我不想听 我也不想看 我已经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活动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再跟我讲一次呢 我感觉到的是痛苦跟非常的难受 所以我想跟在座的伙伴分享 我为什么讲这些故事给大家听呢 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时候因为要做工 我们没有办法陪伴自己的孩子 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家人的婚礼 或者是聚会 所以我想问新加坡伙伴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大家诚实回答就好 就以目前的感觉好了 如果假设在十月初的时候呢 你的好的兄弟 好的闺蜜跟你说了 哇 我的儿子女儿在美国 在加拿大 他要结婚了 我诚挚地邀请你来美国 来加拿大一趟 那么机票前你自己出 但是啊 落地招待 你到了当地之后呢 你住个两三个礼拜 我来招待你 请问一下 你可以去的请举手 十月初哦 是不是大部分还是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是因为还要做工嘛 对不对 好 应该新加坡我觉得蛮繁荣的啦 所以比较没有经济的考量啊 在台湾还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 经济的考量 太贵了 机票太贵了 好 那假设我们时间可以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要去 我们要怎么跟你的好的朋友 还有你的闺蜜回答这个答案呢 你的好姐妹 通常会这样子讲的 不好意思哦 我还要做工的吗 对不对 所以下一句 这一句是重点哦 你的儿子女儿再婚的时候 我再去 下次吗 好 讲这个只是让大家笑一下的啦 其实经营爱多美 经营到爱多美的时候 我体会到一句很重要的话 爱多美是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有一天我们手停 脚停 口停 但是收入不停的工作 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有在做工 请问一下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或者家里有事 请假了还有钱吗 没有嘛 对不对 但是爱多美是不管我们在哪里旅游 不管我们在哪里生活 我们收入都会不断进来的一家公司 我们给这么棒的一个爱多美一个掌声好吗 好 所以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呢 就大概在我24岁的时候 25岁的时候就加入了爱多美 然后那时候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 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有钱人的话 我一定不要像那些人这么的讨人厌 我不要有那些有钱人 让人不喜欢的嘴恋 我可以有钱 但是也可以有爱 大家同意吗 同意吗 好 那么来讲讲我怎么接触到爱多美的 我当兵退伍之后呢 在台湾男生要当兵一年 那很多的女同学就会说了 哇 你们男生真好 当一年的兵可以好好的进去 想一下出来要做什么 但是我进去了一年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也是想不到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还是出了社会 那出了社会的时候怎么遇到爱多美的呢 有一天呢 我在公园运动 我遇到了我的国中老师 老师怎么跟我说 老师说 老师看到我很开心嘛 后来请我吃饭 他就跟我说 关雅 老师觉得你很适合做爱多美 我说爱多美是什么呢 他说刷牙 洗脸 吃拉面 吃海苔 都可以分红 那时候呢 我心里想 我心里想很好 但是我头脑怎么想 诈骗集团 请问一下大家 刷牙 洗脸 吃拉面 吃海苔 正常不正常 正常啊 这么正常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给我钱呢 我感觉我加入这个公司 是一个圈套跟阴谋 所以呢 心里觉得很好 但是没有加入 但是第二次遇见爱多美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 我都叫她阿姨 她现在也是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是星光大师 那她介绍了我们 这个爱多美事业 讲了 她是第二个人嘛 但是她有一个优点哦 她讲了六次以上 所以她每次见到我们一次 就讲 后来我跟我妈妈说 这样不行了 如果再不去听 没完没了 所以呢 我的策略是这样的 去听一次 然后拒绝她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 我去哪里听说明会呢 我去台北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 皇家大师的办公室 去听了第一场的爱多美说明会 那当然我们的皇家大师 现在要变亚洲 第一个王冠大师了 他也是我的上限之一 好 那我那时候去听的时候呢 其实啊 心情非常的不好 我调查一下 在座的朋友 你第一次听到爱多美的时候 你很开心 马上就加入了请举手 好 有一些 那你第一次听到爱多美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不要来烦我 或不太喜欢的请举手 这些比较正常 刚刚的很有福报 我也是跟第二种朋友 是一样的 所以 我去听爱多美的说明会 像这样场合的时候 我是从台南的台北 从台南坐车到台北 搭bus去听的 那要坐五六个小时嘛 自然心情就不好嘛 那到了那个场地之后呢 我还是不想听 因为我就觉得 我来听直销的 我为什么要来听这一家 我不会加入的公司 只是为了要应付这个阿姨 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的 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如果台上的这个讲师 讲得非常的精彩 但是你的心门是关起来的 耳朵是关起来的 再精彩有帮助吗 没有嘛 但是如果你知道 眼前这个资讯 是非常重要的 耳朵会不会打开呢 会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听 所以我记得 我妈妈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怎么跟我说呢 她说 关瑶 说明会的时间很短 一个小时半而已 忍耐一下 听完之后 带你去吃牛排 我那时候就发现了 我坚持下去的动力了 不是爱多美 是牛排 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在想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我快要吃牛排了 时间快过去吧 那时候的我是这样的 所以台上讲师在讲什么 没有认真听 但是他讲到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开始就认真听了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我们爱多美公司的 压刷 请问一下大家 这个压刷的刷毛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对 黄色跟金黄色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的经验 压刷的刷毛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对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想了 没有刷过这么黄的牙刷 所以一定要买一支回家试看看 那么搭配了我们公司的牙膏 牙刷之后后来感觉非常的好 所以就加入了爱多美 所以我对爱多美的开始是从牙膏 牙刷开始的产生了好感 那时候我妈妈又跟我说了 听说爱多美是韩国的公司 你要不要去韩国玩一下 看一下 请问在座的朋友 你的家人愿意出钱 让你去玩一下 看一下的请举手 想去的请举手 不要钱的 玩一玩看一看 非常多的朋友 所以我也跟大家做了一模一样的决定 我也去玩一下看一下 谁知道玩一下看一下 又是坐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那时候的我 一脸无辜的样子 有看到其他几位吗 在这里 这我爸爸 这个是王鸿基星光大师 舒坤彪星光大师 都是台湾领袖俱乐部 皇家俱乐部的成员 其中有一位 在这个月要升皇家大师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在参与爱多美的人 是不是各自得到了自己的一片天 是吗 那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不开心 我那时候心里只想到了一句话 人多的地方不是好事就是坏事 请问大家 爱多美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啊 爱多美是天大的好事啊 因为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了不同年龄 不同年纪的人 都可以经营爱多美 所以坐在台下的我 开始有了梦想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 台湾爱多美公司开幕了 我的人生一定会改变 一定会转变 所以就有了今天的灌扬 今天的玫瑰大师 那么在座新加坡的朋友 你可能会想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坐在这里 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说 今天坐在这里的人 都是有福气 幸福的人 因为我坐在韩国学习的时候 即将开幕的市场叫台湾 但是大家坐在这里学习 即将开幕的市场叫什么呢 印尼 中国 澳洲 有没有比我大非常的多 大家有中国的朋友吗 喜欢中国的市场吗 那提供一个数据好吗 大家知道山东烟台有多少人吗 在中国爱多美分公司的地方 一亿两千万人口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 中国一个省而已 一亿两千万 大不大 大 所以我说 我四年当一个玫瑰大师 如果在座的各位 你有这些国际市场的朋友 你可能不需要四年 你可能只要一年 两年 你就是玫瑰大师了 这样好不好呢 好啊 当然好 所以现在的朋友加入爱多美 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 你们坐在这里学习 开幕的市场是如此的巨大 好 那时候呢 我也去韩国参加成功学院 跟一日研讨会 那去韩国的时候 很多人是拿着盘子 盛饭在吃的 所以你会觉得 哇这个景象真的是很少见 这个应该是男生当兵的那种景象 拿铁盘装饭 我又很喜欢吃肉嘛 但是韩国人又很喜欢吃泡菜跟菜头 所以我就问我的介绍人 韩国介绍人说 请问一下 肉在哪里 他说有啊 我说哪里 他说汤里面的鱼干 那为什么讲这个 即使东西不是那么好吃 还是很多人为了他的成功 为了他的未来 不断地在排队 在学习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画面上 这个是韩国的苏黎山 好那现在在韩国 参加成功学院 每个月有八千到一万人在参加 每个月哦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据哦 那目前台湾每个月 至少都有两千到三千个爱多美会员 在参加两天一夜的成功学院 所以这就是全球爱多美 不断在发展 不断在扩张 真的非常惊人的爆发力 那么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去的地方也没有床 自己从柜子里面拉棉被出来铺 然后也没有桌子 所以趴在地上写生涯规划书 因为那个场地比较像青年旅社 现在很多的场地 都已经在大饭店里面了 所以在台湾的话 在福华 福隆饭店 都是很高级的饭店 那么我记得董事长曾经来过台湾 他看到台湾的爱多美会员 参加成功学院 他就问了一句话 住那么好 吃那么好 请问一下这些人是来成功的吗 因为看起来比较像来度假的 好 那我在韩国学习的嘛 为了我的将来在韩国学习 但是现在新加坡的会员幸不幸福 幸福 因为你们直接在新加坡 就可以参与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了 好的 那照片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爸爸 我们这个家庭在爱多美公司 台湾还没有落地的前一年 就去了韩国二十次 自己出机票前 去学习 去参观 去把货带回来台湾 偶尔去一次韩国是很好玩的 但是一年去韩国二十次 你觉得好玩吗 就不好玩了嘛 去学习 然后又把货带回来 所以那时候拉很多货的时候 都是伙伴要的嘛 想做 但是公司还没开幕 那怎么办 只能自己飞过去把货带回来了 然后那时候标准配备是什么 两个行李箱 再加一个背包 然后每次都拉得很累 这时候还有伙伴会跟你说什么 我还要两箱拉面 那是不是很难拿 是哦 所以那时候心里一直很希望的是什么 台湾爱多美公司赶快开幕 赶快开幕 因为物流金流就会非常的顺畅了 那么当然好不容易 台湾爱多美公司就终于开幕了 好 那 一开始的时候公司还没有来的时候 对照片一样很瘦的我 看得出来 没有公司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家里 办家庭聚会嘛 然后自己把自己当公司 再办home party嘛 跟伙伴分享 所以我说其实经营爱多美 信心非常的重要 但是信心怎么来的 信心来自于充分的了解 绝对不是我随便用了一个产品 我觉得很好用 我身体改善了 我感觉很好 我就来经营这家公司 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为什么去韩国那么多次 我们要反复的确认 这家公司 我值不值得投入我的时间 投入我的人脉去学习 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是谁 他的企业是不是正派在经营的 可以看到我的家里在 那时候在台湾算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那个客厅厨房都还蛮大的 但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想经营爱多美 但是公司还没有来 每个月是没有钱的 想经营爱多美 没有钱怎么办 把房子卖掉 大的换小的 但是你们不要觉得 做爱多美就要卖房子好吗 这是个人的选择好吗 这叫看得懂破釜成舟 一定要成功 所以把大的房子换小了 那个七八十平米的房子 换成三四十平的了 才会有资金 那为了生活费 然后看得懂爱多美 很想经营这样子过来 所以很多伙伴有时候会觉得说 台上的leader 还是台上的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一定会能力条件特别好 特别有钱 错了 没有 新加坡我不知道 但台湾的领袖俱乐部 以前每个都蛮惨的 所以其实爱多美 我要表达的是 真的改变了很多家庭跟家族的命运 改变了我的人生 所以对我来说 董事长是最伟大的 我为什么今天站在这里 我穿的西装 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们的董事长给我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 然后我很喜欢一句话 感恩之心离财富最近 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好 那其实呢 大家想一件事情 大房子换小房子 那大房子住了十几年 要搬的东西多不多 多 那时候呢 爸爸就很自责 爸爸就会觉得说 也不是不努力 但是找了很多的项目 想要成功去经营 都没有一个好的成果 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时候对我来说 妈妈是什么 妈妈就是我们家里的太阳 所以妈妈也是 妈妈很乐观的 妈妈也是帮忙在打包 那对我来说 有我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 所以我不介意把大的房子换小的 我没有任何太大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的话 都还是很幸福的 但是有一个人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我妹妹 我妹妹不想要离开这个家 所以从头到尾 她都没有回家帮忙 我们就三个人去搬这个家 所以从小到大 我跟我的妹妹本来感情很好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非常的讨厌我妹妹 因为那个班真的非常的辛苦 但是她没有回来 我没有办法谅解她 但是直到这近半年的时候 我才懂为什么 妹妹不想回来 因为家里的房间就是她的天地 她喜欢画画 喜欢自己做手工 喜欢听歌 唱歌 我常常经过她的房间 我都会听到她在唱歌 她很开心 很快乐 然后把房间布置得美美的 那我当然不一样 我房间是放衣服的而已 我都在客厅 所以我终于想懂 为什么妹妹 她的难受会这么的强烈 这么的大 她那时候在读大学 但是放假的时候都不回家 也不想帮忙 所以那个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那后来我们兄妹的感情怎么改善的 后面再告诉大家 好 那所以 在这样的条件跟环境下 如何去改变转变 然后获得成功呢 对我来说 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在爱多美的系统 跟爱多美的环境学习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董事长 我觉得我们董事长 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爱多美的创办人 这张照片是在成功学院 我讲完奖金制度照的 那时候我已经是钻石大师了 董事长其实在后台 他没有休息 他也是戴着耳机 就跟我们经理现在一样 他在听台上的讲师在讲什么 然后在后台叮咛我们的工作人员 该注意什么 所以在大家看不到私底下的董事长 他是言行一致的 所以能跟到这样的董事长 我觉得非常的光荣 然后我常常看到很多活动 董事长他都把他的位置 把中间的位置让出来 给这些尊王大师 跟他以前一起打拼的成功者 让他们站到中间 或者坐到中间去 然后后来我体会到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人 非常的有价值 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那其实你是什么角色 什么位置都不重要 因为你站的地方就叫中间 即使你站在边边 还是有光芒 这是我从董事长身上学习到的 不只会说也会做 这是我们很企业的领导者 好 那另外一位 大家知道右边这张照片是谁吗 爱多美全球一号 他就是number one 一号 所以所有人都是他的下线 好 那他现在是皇家大师嘛 那我们的皇家大师 一号皇家大师现在在做什么 在传福音 好 因为董事长是基督徒 但是不代表大家加入爱多美 你就会变成基督徒 放心 好 好 那这个因为董事长 把他的志业跟事业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在台湾的爱多美 也有办圣经学院 来帮助很多的会员朋友 找到属灵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很棒 好 那这个是全球七号 还有我们台湾的巨松某总经理 所以我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 不断的跟着他们一起学习 那七号是王冠大师了 这一位也是王冠大师 好 那他的学历是国小 可能国小都没有毕业 或国小毕业而已 然后工作本来是挤牛奶的 然后单亲妈妈带三个孩子 但是从照片大家看得出来吗 应该看不出来吧 比较像贵妇 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也是爱多美的王冠大师了 那这张应该大家会比较有印象 就是李德佑尊王大师 也来过我们的新加坡 其实看到这个DM的时候 对我的鼓励非常的大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我们的尊王大师 那时候我第一次听他课程的时候 他还是皇家大师而已 那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模一样 我坐在位置上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 我台湾 台湾还没有落地 我已经坐一年了 可是那一年其实坐的 有一点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怎么排线 不知道怎么运作 都在摸索 公司开幕的时候 前面时代几乎红了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等于台湾公司开幕 重新再做一次 我已经坐了一年 结果开幕第一个月 还领新币八十块钱 都还是少 少 第二个月还是新币八十块钱 第三个月进步了 新币一百六十块钱 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女朋友不见了 所以多一碰少一个女朋友 不知道是好事还坏事 但是现在想起来还蛮开心的 好 那我想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这样 爱多美是一个很神奇 有魔力的公司 这个系统非常的棒 今天你坐在位置上 但是很快的你会站到这个台上的 如果你想你很渴望的话 好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成功的方法了 我们说成功一定有方法 但是呢 失败有没有原因 有 所以在追求成功的方法的同时 我想跟大家分享 失败的原因也非常的重要 请问一下如果我们今天不会游泳 但是换了一个游泳池 你会游得更好吗 不会对不对 今天如果我们不会开车子 给你Toyota 马自达 宾士或法拉利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跟在座的朋友分享一个概念 爱多美很简单 很容易 但是要用到对的方法 那么请问一开始 在经营爱多美的同时 信念比较重要 还是技巧比较重要 好 可能有的伙伴觉得是信念 对 我认同是信念 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 两个都非常重要 但是一开始之前 技巧比较重要 为什么是技巧呢 我分享给大家听好吗 假设我今天我觉得 爱多美这家公司的产品 偏用好用 公司的理念也非常的好 但是我不想要进来 我们的成功系统里面 学习 我也不想要上课 所以我就拿着这支牙膏牙刷 随便分享 比如说我就看到罗专子 我就说了 这个直销的产品很好 用一下 一般的人对直销的感觉 是好还是不好 他光听直销两个字 他就不想用了 但是我很有信念 我听过 关有玫瑰大师的课 我要成功 所以我信念十足 乐情十足 可是我找了十个人 我都是说直销的产品 直销的产品 直销的产品 用一下 用一下 你觉得成功的几率高还是低 那请问一下 大家以前都是做Sales吗 应该不是吧 如果你被一个人打枪 两个人打枪 三个人打枪 五个人打枪 你还会想继续分享吗 不会 但是如果今天你来上课 你来学习 你有好的观念的话 那么你分享出去 人家不一定马上加入会员 但是他愿意买 买了觉得好用 又买了更多 信心会不会越来越强 会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坐在这里 听爱多美的课程是幸福的 因为得到了对的方法 那当你的小成功 做每件事情 都成功成功 对方也愿意买 成功成功的时候 信心会不会越来越强 信念会不会越来越强 那当你当了一个 自动型的钻石大师 玫瑰大师 进了领袖俱乐部 你还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吗 应该不用了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这是真实的事情 这是真实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是要鼓励大家的是什么 就是进入我们的成功系统 是非常重要的 同意吗 同意 好的 那接下来要跟在座的朋友分享 世界上最快速成功的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不一定是指爱多美 但是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爱多美里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上最快速成功的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帮成功者工作 因为他有成功的模式 成功不是找工作 是帮成功的人工作 因为这样的经验才会好 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 郭台铭曾经帮王永庆工作过 在台湾都是很顶尖的企业家 那么华硕的老板 曾经帮宏基的老板工作过 那么大家知道美国欧巴马总统 曾经帮谁工作过吗 是的 美国的欧巴马总统 曾经帮美国卡特总统工作过 所以我们说 成功的企业家都帮企业家工作 总统都帮总统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经验才会好 所以在座的朋友想想看 生活中大家都在做工 那么你正在为谁呢 你为了谁呢 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老板 那么你的老板对你好吗 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今天老板好不好 大家想不想要知道怎么样测试 在台湾我都教我的伙伴 就是手机拿起来 然后你就打电话跟你的老板说 身体不太舒服 或我的儿子女儿生病了 我想要请假一个礼拜 请问一下你的老板会怎么回答你 新加坡真的是好老板很多 台湾怎么样 台湾老板会说什么 对你不用来了 你不在谁来做你的事呢 这个位置上 如果没有人做我会很麻烦的 各位想一想 你在这公司五年十年的时间 你老板不是先关心你 他先关心他的事情 有没有人做 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 我们现在的成果 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三五年前决定的 那么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决定什么呢 决定我们三五年后的人生 所以对我来说 如果我继续在爱多美里面 好不好呢 当然好啊 我可能会成为星光 皇家 甚至王冠尊王大师 因为我在一个对的公司 跟对的路上 我的老板是谁呢 我的老板是普汉级董事长 我们的老板 上过了美国的财富杂志 的封面人物 那么这本财富杂志 谁曾经上过呢 跟大家分享 大陆首富马云 还有美国总统川普 那么我们普汉级董事长 就是在2017年8月份的 封面人物 引领爱多美创造神话的 普汉级董事长 那么有兴趣 大家再自己去找这个资料 可以看一下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样跟到这样的老板 好不好呢 好 那再来世界上 最快速成功的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跟成功者合作 比如说马云跟孙正义 当初马云在创办 阿里巴巴的时候呢 他有很好的理念 野心 企划跟企图心 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 所以呢 孙正义呢 看到了他这一块 孙正义投资了马云 他投资他多少呢 两千万美金 那么现在阿里巴巴 发展起来了 大家知道当初 孙正义投资马云的钱 翻了多少倍吗 两千五百倍 两千万美金的 两千五百倍 所以马云跟孙正义合作 那么王健林跟沃玛合作 那么我讲一个 真实的例子 请问一下在座各位 如果你是连锁企业的老板 请问有没有办法 在一个月内开三千家的分店 有办法吗 很难对不对 因为一个月是不是三十天 一天开一家 是不是就已经很快了 那么在美国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美国呢 Walmart大家都知道嘛 大型的商场嘛 所以有Walmart在的地方 会带动市政中心的繁荣 房地产也会涨 所以各州的州长 都拜托Walmart的老板 什么事情呢 拜托你 来我这边开个Walmart 我给你结税 我给你优惠 那这时候有一个人很聪明 他是谁 他是麦当劳的老板 他看到了这一块 所以麦当劳的老板 跑去找Walmart的老板 谈什么呢 谈合作 那合作的内容怎么讲的呢 他说啊 合约签下去之后呢 我在你的每一间Walmart里面 都要有一间麦当劳的分店 那当这个合约签完之后呢 刷了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三千家的麦当劳 在一个月内开完了 为什么 因为恰好啊 在美国 Walmart就是三千家 所以我们说成功 你合作的对象 重不重要呢 重要 在座各位 问在座各位一个问题 大家喜欢当老板 还是当员工 好 调查一下 这个没有绝对的对错 喜欢当员工的请举手 好 喜欢当老板的请举手 那没有举手的意思就是说 不用做工就有钱 这样比较好咯 这个我也很喜欢 好 刚刚调查起来呢 喜欢当老板的人比较多 那么我想问各位老板 今天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企业跟事业 你想要做新加坡 做新加坡本土就好 还是要做国际的 那么做国际 我们不讲美国加拿大太远了 我们就说东南亚就好了 好 做马来西亚 日本啊 菲律宾啊 请问一下大家你的分公司要开在哪里 日本你想开哪里 台湾你想开哪里 有想过吗 总经理要不要请 职员要不要请 广告要不要打 网站要不要嫁 物流 金流 宅配呢 跟哪一家公司签约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企业的老板资金不够 企业还没开就先倒了 钱也收不回来 那么如果你要跟世界各国的政府打交道 有没有红包钱 咖啡钱 有没有那种故事 我们在台湾常常听 台商到大陆去工作 过个年 回来自己的工厂就不见了 听完还想当老板吗 好 我为什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因为跟爱多美合作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大家同意吗 有没有美国 日本 加拿大 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中国的朋友 印尼的朋友 越南的朋友 我们不需要花一大笔的钱 但是我们加入爱多美 我们可以做全世界的生意 为什么喜欢爱多美 市场够大 深度够深 做也做不完 人人有钱赚 出了问题 公司又来帮我们处理 所以趁着这十年 马云说的 这十年经济发展在哪里 在东南亚 那如果错过了这十年呢 要去哪里 下一个十年在非洲 大家想去非洲吗 不想 非洲是给我们伙伴去的地方 因为他们还没成功嘛 所以他们要继续努力 但是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在这个十年 人人都是有机会 可以成为我们尊王大师的 好 那当然第三个最有趣的就是 常常听到嘛 我在各地分享啊 因为现在刚好单身嘛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的妈妈跟阿姨就说啦 关瑶玫瑰大师 有没有更快速成为玫瑰的方法 我说阿姨有 目前有一个 就是我单身 我刚好喜欢你的女儿 你女儿也喜欢我 你可以一秒变丈母娘 这已经是最快的了 好 开个玩笑 还是自己当会比较好的 好 所以大家想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 我们不喜欢爱多美这家公司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就会变成你的对手 对嘛 但是你看哦 爱多美公司上了新闻的报导 不请明星 不打广告 直接上新闻报导 再来东西便宜又好用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坦白跟大家讲 我一开始看到爱多美的时候 我不喜欢 所以我要找她的缺点嘛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想到啊 哎呦 这个罐子这么白 不够高级 应该要相赚的 要有金鞭啊 然后那个罐子拿起来 要bling bling的 这样子女士们才会喜欢使用嘛 可是后来我听了董事长的课程 董事长怎么说呢 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如果罐子可以插在脸上 他就考虑做高级一点 有没有道理 有哦 因为更重要的是 我们产品里面的成分 只要我们这个产品看起来是干净 素雅的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公司有很多很好的理念 把我们不必要的开销 都投入在产品的研发 真正的好产品里面 那再来呢 我们的成功系统也是一样的 在台湾 每个月两三千人在参加 世界各国都举行了 大型的成功学院研讨会今天的课程 请问哪一家公司持续不断 一直这样子做 在台湾就是这样子 那么多人在参与的 那么世界上最快速成功的 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为成功者做工 第二个是与成功者合作 第三个是找成功者来为你做工 台湾都喜欢讲工作 大家听得懂就好 请问现在生活中 有没有成功者为我们工作呢 有吗 应该有 其实我觉得新加坡的会员 还是蛮幸福的 我觉得新加坡是全世界 福利最好的地方 但是其他很多国家 非常的辛苦 政治也非常的乱 可是透过这样的事业 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到 世界各国的好朋友 即使你今天住在新加坡 但是你可以透过爱多美这个事业 认识马来西亚 台湾 美国 加拿大的朋友 我去美国 加拿大的时候 我也是问那边的会员一件事情 我问他们说 你已经那么有钱了 你为什么还做爱多美呢 他说 关雅我跟你分享 如果爱多美只做美国 或只做加拿大 我根本不想参加 但是我在东南亚 我有非常多的朋友 透过这个平台 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同时又可以继续增加我的财富 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 有钱人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他不断的就是在想 如何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帮助到了自己 所以爱多美有没有为我们工作呢 有的 爱多美不断的 在把我们的产品的品质 做得更好 同时价格更便宜 那让我们加入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 免费是最贵的 阳光空气跟水 它都是免费的 但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最贵也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也是最贵的 爱多美加入要不要钱 不要 零元 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 当了玫瑰大师 进了旅秀俱乐部 变成了星光尊王大师 有没有非常的尊贵 有的 但都是免费的 只要我们得到这个恩典 董事长的 建立的这个爱多美 我们一起参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份恩典 那么如果 想要变成富翁 但是 没有以上三个方法 怎么办 就死定了 但是不会那么糟 生活就是一成不变而已 所以这个是要分享给大家的 如果想要成功 你还不满意现在的生活 那么我们必须要改变 那么想要快速的成功 怎么办呢 就是快速的改变 同意吗 同意 好的 所以这是以上三个 世界上最快速成功的方法 分享给在座的朋友 与成功者合作 找成功者合作 为成功者工作 非常的重要 那么来谈谈如何与爱多美合作 好吗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其实跟爱多美合作呢 两件事情而已 非常的简单 第一件事情 分享爱多美的产品 我们把今天家里用的生活用品的品牌 用完了 换成爱多美的 觉得好用 分享给朋友 这样做得到吗 可以 那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特别是你在你经营一段时间的伙伴 你会不会听到你的那个经营者跟你说 我家还有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跟他讲 谁家没有 那讲完之后 是不是只是自己开心 下一句突然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下一句还要跟他怎么说呢 我在台湾都会这么说 你家的不会赚钱 但是爱多美的会赚钱 你想要什么时候赚钱 就什么时候换产品 这样有没有很客观 有 好 那么我相信第一件事情 大部分的朋友都做得到 但是第二件事情就比较有挑战性了 就是参加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我们今天在爱多美的一日研讨会 也是成功系统 那么新加坡有很棒的五个教育中心 所以中心平常都有课程 一日研讨会 还有我们的成功学院 都是免费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跟学习 那么为什么要参与系统呢 因为我很喜欢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如果在座的各位 你想要获得巨大的成功 你的老师是谁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的老师 他一个月可以赚十万块钱的新币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他能力好 因为我们刚加入 所以我们赚不了十万 我们赚八万可不可以 赚五万可不可以 赚两万可不可以 可以吗 都很够了嘛 但是如果你的老师 一个月只有五千块钱的新币 我们因为能力没有他好 所以两千五 一千二 大家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 你想要在爱多美成功 你要跟谁学习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进到成功系统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是月收入 新币两万四万五万 甚至是十万的成功者 出现在你的面前 为你分享爱多美如何经营的秘诀 跟诀窍 那比我们自己摸索 还来得轻松 扫走很多的愿望路 所以进入成功系统里面的好处 是非常多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们每个人 每天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 今天我开出租车 明天要不要开 要吗 今天如果我是家庭主妇 今天带小孩 明天要不要带 要吗 我是公司的职员秘书 如果今天打电脑key单 明天也要key单 所以我说每个人 每天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医生也是一样的 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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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爱多美这个事业 它的神奇的魅力在哪里 很多的新伙伴常常看到我 都会问我一句话 他问什么呢 他说 关雅 你每天都在干嘛 那我心里怎么想的呢 我看起来很闲吗 那其实伙伴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会说 你这样的年纪 这样的收入已经很好了 我们已经很羡慕了 应该可以退休了 但是我想分享的是 我在三年前五年前 我也是做一模一样的工作 我也是做一模一样的工作 两件事情 分享产品 进入系统 分享产品 进入系统 当然在三四年前 我的收入一个月只有八十块钱的新币 很多人会觉得 哇 那个是钱吗 那是钱吗 怎么扫成这个样子 可是时间很快的 三五年就这样子过了 一个月 两万 两千多 两万三千多 这是钱吗 是啊 这是一大笔的钱 未来还会不断的增加 五万块 十万块 当然我个人的目标是 十三万 新币一个月 就是封顶 中王大师的收入 所以我还在继续的努力 那么大家想要一起努力吗 想就是加入我们的爱多美 与爱多美 一起来合作 那么这个是我们成功系统 这个是台湾 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台湾 我们可以看一下台湾的成功学院 像在这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我们成功学院 可以看一下照片吗 照片照片 这个台湾 台湾两天一夜的成功学院 那这个是我的教育中心 我也是教育中心长 在台南 台南的喜乐多教育中心 这是我中心的课程 我呢 我的中心本来 我一开始成立中心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说明会 只有四个人来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是我们中心的销售大师 来的伙伴还不是我团队的 所以我们就四个人开了一个说明会 可是直到现在呢 里面的教室坐满了 外面的也坐满了 所以在我的中心上课 每个星期二就是这么多的人 想要学习想要成功 不需要被鼓励 很多的人不断地在参与 因为他们知道爱多美是全世界的生意 好那我也是从会员分享 在成功系统里面 从会员分享开始的 以前站在台上很紧张 记得第一次很紧张 不知道手放哪里 所以就一直插口袋 然后有时候就脱皮带 然后我们总经理就说 怪咬你手可不可以不要放那里吗 我说我不知道放哪里吗 我有时候觉得放这里比较好 好 但是直到现在的自在 都是从系统里面出来的 好就是不断地参与系统 然后一开始 大家认识我的时候 我都是在讲奖金制度的 其实我数学不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被排去讲奖金制度 但是后来有没有讲得很好 有 因为我很渴望 我渴望在爱多美成功 所以我数字不懂 或者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讲制度 我就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练习练习练习 我希望我自己是最好的 常常这样地激励自己 我知道我的人生会不一样的 所以我必须要有好的表现 好的状态 好那直到现在呢 我是爱多美肯丁成功学院的主持人 好长得跟我有点像 对不对 好好好 所以在 这个一路上 其实我非常开心 可以在爱多美这家公司 但是我坦白地跟大家说 辛苦不辛苦 辛苦啊 没有做工是不辛苦的吧 所有的工作都是辛苦的 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心态 来面对我们的工作 如果你想要在爱多美 你一定要成功的话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你就是把它变成快乐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是在八月份进入 就是爱多美的领袖俱乐部 那台湾目前有二十三位的领袖俱乐部的成员 好那照片里面只是部分的 我们只是在某个活动照了一张像 很多人的 现在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在里面了 那也在那个成功学院 我的伙伴会跳舞嘛 他们有些是原住民嘛 然后我就在这边 有些是一起跟着参加活动 所以我会觉得这是很棒的 然后也透过了爱多美去了美国 加拿大 然后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所以我会觉得说爱多美这个事业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工作的同时 认识很多的朋友 去了世界各国 然后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伙伴就跟我说了 观瑶你怎么好像越来越胖了 我说我不是不享受 是因为我减肥的环境非常的恶劣 我讲完课大家都带我去吃饭 我也没有办法 好那要表达是 其实你看这过程是非常幸福的 去了世界各国的国家 纽约嘛那个时代广场 拍蜘蛛人的地方 这个有印象吗 这在哪里 对在新加坡 某一次来新加坡嘛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爱多美也是非常火热的 这只是一个教育中心哦 这不是研讨会哦 但是一个教育中心 那个中心长知道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就邀请我去分享 那马来西亚像一百多个教育中心嘛 其中的一个教育中心 所以你看在座新加坡的朋友 有没有马来西亚的伙伴 有哦 马来西亚真的非常的火热哦 好然后也去了玫瑰大师的旅游 一起去玩 然后这些都是玫瑰大师的家人嘛 然后我们去那个马来西亚沙巴 我们台湾的会员是去马来西亚沙巴去度假 然后这个是我们台湾的经理嘛 就是把它买起来这样子 然后就是照相啊 那几天就是度过一个很美好的假期嘛 这个就是这个是我妹妹 这照片这个是我妹妹 啊本来说感情不好嘛 啊最近为什么感情会好 因为他很喜欢一台那个摩托车 摩托车 在台湾还蛮长期的啊 可能新加坡比较少 那有一个品牌很有名哦 他叫那个 狗狗龙嘛 然后我呢 我就买一台送给他 啊所以感情就好了 在台湾刚刚讲了嘛 一个月工资一千二嘛 这一台四千八 啊所以买下去 兄妹感情就很好了 现在就会叫哥哥了 哈哈哈哈 好那在台湾爱多美 其实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像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公益路跑嘛 啊我在哪里 我在这里啦 我带着面具跑啊 我觉得那样很好玩嘛 那旁边也是我的伙伴嘛 所以对我来说呢 爱多美是什么样的事业呢 爱多美呢 可以让我再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 我是我妹妹的哥哥 所以我就有照顾妹妹的责任 我只有一个妹妹 那么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子 所以我就要成为他们的荣耀 那么我是爱多美的中心长 我就要照顾好我爱多美的会员 那么我未来会是别人的老公 孩子的爸爸 我就应该扮演好一个好爸爸 跟好先生的角色 如果人生能够这样子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做好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呢 是的 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如果只有爱是不够的 在爱上面还要加上足够的金钱 因为我们不能只有内在的生活 外在的生活也需要均衡的 所以也是在爱多美 透过爱多美这样的事业 我们可以让我们身边周围的朋友 变得更加的幸福 用我们的产品成为朋友的祝福 用我们的奖金制度 改善世界各国 每个家庭的命运 那么最后呢 很开心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新加坡 我想最后还是一样的 做一个活动送给大家好吗 好 这个活动非常的简单 借我你的双手就可以了 我说准备的时候呢 就举起你的双手 那么我会开始数一二三 听到三的时候拍手 这样好吗 好 很简单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来准备 好来 一二 我没有说三 好我们再试一次吧 一二 最后一次了 要听到三才能拍手 来 一二三 好 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 好 分享给大家 大部分的人只相信自己看到的 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而且会在重复的事情上面 犯一次两次 甚至是三次以上的错误 现在爱多美来了 让你看到了 让你听到了 让我们成为每个人的祝福 也让我们每个人 在爱多美的登峰相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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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